中國10月16號開二十大 這是習近平要成就他的皇帝夢 照理說北京現在應該為安的是 滴水不漏天羅地網 怎麼會有人可以在 這個應該在北京的精華區 這一條好像叫四溝橋 竟然可以掛布條 對啦 他在高科技產業聚集區 中關村科技園區 跟北京大學附近的四溝橋 那你看上面那寫什麼呢 不要核酸 要吃飯 不要封控 要自由 那其實這兩 前面這兩句 就可以看出來重點是什麼 中國現在所謂的動態清零 已經造成民怨非常的強烈 所以才出現這樣的一個布條 那其實之前也有2018年 所謂的潑墨這個世界的女生去潑墨 結果就被抓去這個精神病院裡面 關了一整年出來的時候的話 在家裡面已經沒有辦法 正常的這個言語了 所以說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位民眾他雖然很有勇氣 在這邊燃燒這些東西 跟掛著布條 也讓他成功拍下來 也讓這個圖在推特上面流傳 但是他這樣的命運的話 可能也是會被抓起來 然後現場都被抓了 對 現場被抓了 然後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 因為現在中國遇到的一個狀況 像是最近有個消息 上海浦東那邊 他在爭很多去管控動態清零人員 那五百多個 然後要簽約多久 兩年啊 所以中國網友一看到這就嚇啥了 他要再清零兩年了 對 就是說他的那些白衣人 他幫你把你的門關起來鎖起來那些人 他跟你簽約聘約約兩年 還有兩年接續要讓你封 難怪會有人不顧生命的安危 犧牲自己的生命 也必須要去掛上這樣的一個布條了 但是現在外媒這有意思的事情 他就去分析了 因為再過兩天 16號的時候 就有這個二十大要舉行 那他就整理說 過去十年過程當中的話 習近平有很多神秘的失蹤數 好像在關鍵時刻他就會突然失蹤 對對對 那他的失蹤的這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躲避壓力 那他失蹤了之後 如果做得好 他就出來說 我領導黨有方 做不好 就你這個政府官員都沒有好好做事 找個余文出來頂罪 然後翔哥去頂罪 所以說在2012年的時候 9月的時候 他失蹤兩週 我到現在沒有解釋 2017年11月底 那個時候是所謂的驅趕 低端的人口 造成非常多民怨 習近平那個時候去談廁所革命 因為廁所這個題目蠻有趣的 想說他們是不是也要裝免治馬桶來幹嘛 結果沒有啦 他們連馬桶都不見得有 只是說要弄乾淨 而且還沒有說要有隔間門 沒有門 革命只包含清乾淨 但是門還是沒有假裝 然後2020年的時候 疫情就爆發 所以說有1月7號到1月20號 習的活動這個是空白的 在日記上面是完全沒有 比較近的點是在去年的時候 鄭州嚴重水災有幾百人死亡 這時候習近平他也去了西藏 然後上個月的時候說習近平好像被軟禁 有這樣的一個新聞吧 但現在目前看起來 沒有原因應該是這個動態清零造成全中國民怨很強 因為中國疫苗完全沒用 所以各國可以共存 但在中國就行不通 他必須要去先用清零 那另外一個有趣的這個消息 是說20大超賽獸 他們的豆瓣網 就是上面會去討論這些電影 動漫很多的一些影視作品的一個大型網站 上面找不到死亡筆記本的資訊 這部片前幾年在台灣很好 這個是有意思是說 我就很好奇 這個漫畫出了時候剛上大學 也是18年前的這個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就上豆瓣網去查 發現他死亡 還是有一堆的電影作品 打筆記也有 但是就沒有死亡筆記本 所以他是針對這一部 日本的這個漫畫改變成動畫的一個作品 去做查鏡 那就很奇怪的是說 這就是那麼久以前的這個作品 為什麼會查鏡 後來想一想是說 原來這個前兩年有一部短篇漫畫 你沒有出現習近平跟川普 他們在競標的這個死亡筆記本 後面被川普買走 所以裡面畫得很像 習近平這個梗鋪這麼深 所以說他刪這個事 因為習近平可能覺得自己被醜化 就是說要畫我要畫得更帥 或者是說要買的話 中國比較有錢 怎麼會被川普買走 是短篇級的這個關係 但是目前整體來看的話 就像前面劉煌哥所說的 這一次習近平他要去連任 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大家會關心的是 就是說在過去十七十八大當中 對於都是提到台灣部分 是其一個中國跟九俄共識 但是這一次是有可能是說 會把黨章把完全統一也寫進去 也就是正式的中國 他去併頓台灣意圖 會直接在二十大裡面去實現 也是全人類的一個安危 除了俄羅斯在俄乌戰爭當中 搞到到現在整個2022年 本來是異後我們好不容易 我們可以開放國門了 本來很多的朋友大概是覺得說 哇我們開放國門我們就可以好好出去玩 好好出去玩那個同時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會關心說 各國的匯率到底怎麼樣 那各國的經濟到底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希望能夠出國的時候 我們台幣可以比較好用一點 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去日本 因為日幣貶值的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多買一些東西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就像是日幣貶值 可是全世界的CPI就是通膨 還是非常的嚴重 那為什麼會通膨 其實就是因為俄乌戰爭的一個源起 那除了這個西方世界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全世界現在動盪的原因 就是在東方世界的習近平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習近平 昨天在北京也發生了很大的事情 習近平現在他為了他的 即將幾天之後的二十大 他把中國他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樣他堅持清零 把中國的經濟搞得一團亂 特別是他對台灣還是一樣 嚴格的文攻武嚇 甚至於連經濟學員 彭博很多的紐石 很多的美國的媒體 甚至於有過去的一些美國的學者 他們都認為說 哇這個可能中國對於台灣的野心 是越來越大 可能從2027 甚至於還會提前會攻打台灣 那台灣又有一些中國的在地協力者 利用今年年底的選舉 現在不停地在台灣的內部來製造紛亂 其中製造紛亂就是我們也談到疫苗 是一個製造紛亂的點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出國他們在談疫苗 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當兵 當兵國防部根本都還沒有講到說 什麼時候要開始當兵研議 有沒有要補過去的兵役都還沒講 這些人就已經 你票投誰就是要去當兵 這些都是亂講的 第三個就是說台灣的經濟 什麼會在第四季會很糟糕很糟糕 來來來我給各位看 接下來就是IMF 這IMF他們在昨天所公布的 然後這個是韓國媒體 韓國媒體所公布的 那我們給各位看這是IMF的圖 他說到台灣的人均GDP 就我們每個人 從去年的33,140塊美金 到今年我們已經成長了 35,510塊美金 相當於每一個人一年 我們大概賺了113.2塊的台幣的人均 就是我們的收入 這是有史以來 各位看這個圖 上面這條線是日本 第二條線是韓國 第三條線是台灣 有史以來 我們贏韓國 不只贏韓國 還贏日本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而且這一份的報告還告訴我們說 本來它預期在2025年 台灣要超過韓國 有可能超越日本是不可能的 現在告訴你 2027之前 台灣都會超過韓國跟日本 這是這一份報告 它所畫出來的圖 然後再給各位看 這是另外一個圖 它是比較全球的經濟 這是國家的GDP 國家的GDP 台灣從去年的6690億 到今年的是7750億 我們是第一次超過瑞士 你有想過我們台灣 我們的經濟規模會超過瑞士 是全世界第21大的經濟體嗎 好了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這些人 我們股市是有跌 我們股市跌的原因 那當然是因為受到美股的影響 受到美國對於中國晶片禁令的影響 所以我們的股市會受到衝擊 可是為什麼台灣有一些人 在那邊講台灣的經濟完蛋了 然後投民進黨的話就完蛋了 這些都是要來唱衰台灣 這些都是要來造成台灣的人民 對台灣的政府不信任 給各位看 台灣的經濟在現在GDP的部分 最好的是美國 在這幾個國家 它有美國 日本 德國 澳洲 韓國 然後全世界的平均數 英國 日本 法國 台灣只輸美國 所以這是台灣的經濟 那前幾天上個禮拜 這個禮拜 蔡英文在國慶演說的時候也說到 台灣的經濟之所以會這麼好 是因為半導體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台灣人防疫成功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大家一起 共同團結的關係 好 如果以上三個 都是我們大家在 從2019一直到現在 大家所共同經歷的 那些中共的同路人 到底在講什麼了 真的是 現在 如果還有這些中共的同路人的話 你們趕快 有機票買機票你回中國 有船票買船票回中國 這邊你就坐桶子回中國